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问之曰 义者欲子曰 无见其居于谓也 见其与先生并行也 非求义者也 欲速成者也 此章表明孔子特别注重 教育年轻人要注重理智 掌幼有序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之一 孔子从决党童子的言行举止上判断出 他不是一个追求上进的人 而是一个急欲求成的人 因为真正追求上进的人会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 表现在外就是待人谦逊 处事恭敬 行为举止都在规矩法度之中 就是孔子呢 他是在这个人的这个站立 包括坐的这个方位啊 去看一个人懂不懂力 就像我们今天啊 还在范州上会看到 专门有主兵卫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呢 和长辈合影的时候 一定要站长辈的右下方 这个就代表的 左侧因为是上方位 这都是符合礼节的人啊 要注意的这个事情 包括男的和女的合影的时候 男子一般都在左侧位 女子在右侧位 所以这个孔子非常非常啊 注重这个礼节 却党呢 孔子在鲁国所居地名 又叫却礼 童子无事则立主人之 北南面 可见居于位 不合乎当时礼节 这就是 孔子看到的 并行距离即驱离 五年已长 则兼随之 童子和先生并行 也不合理 一般就是 长者在前面走一点 这个晚辈呢 在后面 行走 这个就是符合礼 却党的一个童子呢 来传递信息 有人问孔子 这是一个求意 敬意的人吗 孔子说 我看见他坐在成人的席位上 看见他和长辈并肩而行 他不是个求敬意的人 而是一个给予求成的人 就是 儒家文化呀 他讲的这个礼啊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长幼有序啊 是儒家的道德规范 就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在想 原来儒家他实际讲的东西 并不是成就了 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中也是这样 可能我们现在老百姓啊 把这个东西呢 废得比较严重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中文新闻有时候报道 国家领导人的这个排位顺序 大家都可以注意到 有系主席啊 包括李总理啊 他按这个持续排的 他实际啊 不是说是高低啊 有什么区分 而是他代表的位置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你包括国家元首是不是 习主席 他是代表一个国家形象的 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言行举止啊 就不是仅仅代表自己了 你包括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结婚的时候 丧礼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主病委 我们家过去呢 还叫长子位 就是 就是这个去祖坟的时候 一定是长子先去进乡的 重大的祭祀活动 一定都是长子去出行的 实际儒家的很多礼节 咱们现在看来 都是非常实用的 很多人认为啊 它是一种约束 实际儒家的礼啊 还没有国家法律多呢 你看法律的条款 我们一听都是上千条 我们也没有感觉到 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只要你不犯法 它条框再多 拿你也没办法 你要犯了法了 一条就把你就置于四地了 那这个礼也是这样 人要是不懂得礼节就会出问题 你看外宾的礼 是不是 居家的礼 人见面的时候的礼 甚至我们呢 去不同的地区 还要看到 对方 民土风轻的这种礼节 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对我们家庭来讲的话 我们要重拾的这个礼很重要 就是长着先又着后 包括我们现在都看到 家庭最势力的一个地方是 老人做饭端上桌子 小孩坐在饭桌上面 这是最势力的一个地方 实际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怕小孩烫到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让孩子协助我们 做一些事情 比方拿筷子 把凳子掰好 拿点餐巾纸 不妨让孩子参与到这个其中 实际更有乐趣的 实际在家里面 我们最看到的就是这一块的礼节 我们经常会发现在家里是 礼啊 他是乱的 孩子是老大 爷爷奶奶是佣人 这个父母是大成 我经常在讲父母是赚钱的 孩子花钱舍得什么补习班 哎呀那简直舍得花钱的 给老人花钱舍不得 还要算计 在这个上面我们实际都忘记了 因为我们也会老 这是一个非常实力的地方 学习儒家思想的时候 我们要对照 我们的家里现在怎么样 今天不是说孩子爱吃什么 而想什么 父母爱吃什么 因为为什么父母活一天少一天 孩子逐渐慢慢长大 独立以后他有吃的是机会 但是老人呢 他真的是和我们相处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礼呢 还是适合去收起来 从拾起来以后啊 让我们在家里去践行 这样的话这个家庭里面就懂规矩 你看我记我最有印象的事情 就我们家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跟我妈说话比较冲 我就收拾了一次 从那以后对我妈就很客气 实际是孩子那个时候 他并不知道 这就不好 但是你放纵以后 他就觉得 你看我挺厉害哦 你看我爸奶奶都说了 奶奶还笑呢 是不是 老人那个肯定是笑的 那作为我们一定给他要制止 因为蝼蚁之穴还能毁了千年大霸 一些小的事情呢 我们还是把它制止掉是比较好的 这一段呢 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去看一下 给孩子也要有感觉 这第一碗饭上来是爷爷奶奶的 下来才是他们的 必须炒两个菜的时候 一个是老人喜欢吃的 把这个一定要当成啊 头等的这个大事情 这样的话这个礼啊 让孩子明白 哦原来 宗敬老人 孝顺老人 是我们的家风 也是家教 他出门在外以后 对长者都是非常宗敬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礼节哦 很重要的 我有个朋友 多少年前认识的 火车上啊 让了个座位 竟然 让出了一个公司来 为什么他卖牛扣的吗 他在火车上有座位 过去那都是绿皮的车 座位不多 一个上了年龄人呢 人家就在那 在那个地方 在他跟前站着 他一看 我们家里一直在讲 这个老年人要是站着 这青年人都不能坐着 你看这老年人 站我跟前 我这坐着特别不舒服 还不如他坐着 我站着痛快 就让个座位 老头呢 特别感动 结果年轻人 说你做什么生意的 说我卖牛扣和拉链的 老头呢 哎呀 就给他写了个条子 说我给你写个电话 以后啊 要是需要 有什么困难 需要帮助了 记着跟我联系 他也没太在意 就装在口袋 有一年近的这个 拉索扣比较多了 卖不出去 他就想起这个电话了 给打了过去 哎呀 这老人家还很激动啊 说非常感谢你 我就说呢 给你留个电话 要给别人留个电话 那都不知道打多少次了 给你留个电话 多少年你也没打过 一问什么扣呢 原来扣和这个拉链 他进的比较多 他说你有多少 一问 才那点 你再进一批货吧 我就全要了 最后才知道 哎呀 他管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 光管的员工 二百多万 哇 这所有扭扣啊 所有拉链 全部弹 卖进去了 啊 紫链还很好 还很好啊 威力 最后就在北京 那个宴郊建了工厂 哎呀 特别有意思啊 这是让周尔让出来的 实际有时候 这一类的事情啊 我们不要认为是神话 实际真的是 非常就是眼前的一些事情 你都会发现 这个礼节很重要 我在北京 还有个朋友 是个女士 每次坐公交车 他坐过周尔 就看见一个用妇 就给这个用妇让坐 大概都让了一两个月 哎 他觉得跟着用妇 挺有缘的 每次都给让周尔 有一次呢 把周尔让给用妇以后啊 因为都认识几个月了 也没太交流 就说了呀 说明天 我跟你让不了周尔了 说为什么呀 说我换工作了 坐的车啊 不是这一趟 这个女的就跟他讲 说我给你写个电话 写个名字 写个地址 你去找他去吧 他就给你安排了工作 你照样还可以坐这一趟车 谁知道跑去以后 是他老公盖的单位 不光是这样 还给了10%的股份啊 我们有时候就是经常说 大城市啊 水很深 你不知道谁的背后站着是谁 不管他的水深水浅 作为一个学国学的人 在这个礼让啊 礼节上面 我们要是非常注意的话 会被别人记住 这个持之以恒是非常重要的啊 就像我有个朋友听我讲课 说要捡垃圾 随地扔垃圾 就是践踏自己的国土 他告诉他 秦老师我有好事了 我什么好事 你讲的要捡垃圾 说我有时间 我就开始捡垃圾 实际上那一天 捡垃圾被我们市里头 我们办主任看见了 哇 还有这么好的功名 竟然给我来个表彰 哇 他说你看这不是好事吗 说我从来没想过人家表彰 没想到就碰那么巧 他就看见了 是不是 所以这类的事情啊 那真的是 哎呀 我经常在讲 人有善愿呀 天必 从之 这个一定会埋怨的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大家还是 在这个礼节上面注意一下 还是比较好 这就是 讲的这个礼节的问题 尤其在这个环境中 我觉得送你啊 送不好 就成了行贿的人了 不妨拿我们的人格魅力 道德素质修养 去和朋友们啊 和一些企业家建立非常好的 这种关系啊 还是需要靠个人魅力的 我们看论语 魅灵公篇 第十五 魅灵公问 成与孔子 孔子对约 促斗之事 则常文之矣 君旅之事 为之学也 明日随行 促斗呢 是礼器 孔子是主张 和平的 反对用战争的方式 解决争端 所以当魅灵公 向孔子询问 军政之事时 他便回答说 只知礼仪 不懂军律 实际上 孔子不是不重视军事 而是不愿意 谈论军律 他是想导致 人政 以效为根本 来教化人性 就是人家来问孔子呢 军事的事情 孔子 是避而不谈 他讲他之动力 因为孔子他知道 这个 以效为根 来教化人性啊 应该是比法治啊 更有效果 你看我们看 孔子的这种理念 在现在这个当今社会 我们也可以看到 是非常有用的 你看我们看到的 西方世界 以天主教文明 横行于世界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个 萨达姆 卡扎菲的猎杀 我们可以完全的 可以看到 03年 萨达姆的政权 亡掉以后 到现在的巴格达首都 我们看看是什么 还不如萨达姆 那个时候在的时候 作为美国 他以天主教文化为基础 实际他们是最违背 上帝意志的 为什么 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的 核心意思是什么 深爱事 既然爱世人 就没有讲爱教徒 也没有分民族和国家 他把人家的总统收拾掉 不管人家民众的私货 你要正把人家收拾了 是不是 你美国那么有钱 你把巴格达整个的 这个国家给建立好 是不是 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证明你美国 确确实实是老大 可是呢 在我们看到他们的 一系列的这个决策中 他是最违背他们教义的 也是最不仁德的 要不我碰到部队上将军 跟我讲去国外为和就讲 说那些国家的人逃命都来不及 哪有时间学习呀 说利比亚卡扎菲死完以后 利比亚 我们看看成什么样了 实际 我们看到这种悲惨的这种状态 也可以想象到 孔子 他不愿意给魏林公讲军政之事 也不是说他不重视军事 而是不愿意谈论军律 他想导 倡导 人政以效为根本 教化人性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我们都知道 中国最长的朝代是周朝 八百多年 周朝之所以长啊 因为出了几代圣王 又是圣人又是先王 像文王啊 周公啊 武王啊 太任太将啊 太基啊 三太 对这个国家的教化 用意是非常之大 所以国家是非常的兴旺 你看秦时候才十五年 因为报警啊 就灭掉了 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孔子讲的 以效为根本来教化人心 从汉以后啊 就以宗儒学为主 对中国的这个文明啊 中国的这种帮助啊 却是非常大的 我们到元 清 都是少数民族在统立中国的时候 他们也是以儒家文化为主 当时的礼部啊 就是以推广这种文化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是对文化是非常重视的 他重视的这个文化 实际就是效为根本 因为效为根本啊 他能让人啊 归到善良的状态中去 知人保语 一个人不管你外面做的再辉煌 只要丢掉孝道 你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人即使再坏 只要他不忘掉孝道 他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你看当时的岳飞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 手握重兵 完全可以反了宋朝 他不反 为什么呀 因为岳母提倡的 敬重宝国 因为效他把 作为根基 他说呀 我这不能 不孝顺母亲 我要是当了汉奸以后 是不是 这不能光宗耀祖啊 还会被骂为 卖国贼 所以这个母教啊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 所以孝道文化呢 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 也是家庭文化的根基 要不古人再讲 孝乃得知根本 这是非常重要的 魏林公向孔子询问 排兵不正的方法 孔子回答说 祭祀 礼仪方面的事情 我听说过 用兵打仗的事情 从来没有学过 第二天就离开了魏国 孔子就讲了 我就要离开了 说你问打仗这个事情 我不能跟你说 一定是不能说的 但是你要说祭祀礼节的问题呢 我是可以告诉你的 在这个上面 我们都会发现 孔子是非常重视的 那在我们家庭也是这样 过去中国体现孝道的 五十同堂四十同堂 是特别多的 可是我们现在呢 确确实实看到很多状态啊 我觉得是非常悲哀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 调查老年人的这个机构 都会发现 十位老年人去世 四位都被略带死了 甚至在很多大城市的养老院 老人呢 排队给里面住 住不进去 我有时候在想 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 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但是年轻人说了 我没有精力去照顾老人 实际 我也去试验过啊 在北京这个地方 请一个阿姨 一个月啊 要是给老人做饭的话 包括打扫卫生 也就三四千块钱而已 我觉得你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去 好像花费 也不值这么点钱 你让老人在家里住着 家里请个阿姨 让老人经常能看到子女 这种温馨的场面 我觉得是应该有的 最应该底线的保留的 我甚至听到很多明星 也把他的父母都送到养老院 我更想不通 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的根基 实际就是五十通堂 四十通堂 几代人住在一起 是不是 你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住在一个小区嘛 我不需要买房 可以租房嘛 完全是可以的 要不然就住个楼上楼下 是不是 这样的话老人可以长期再跟进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解决的问题 很多人说呀 很无奈 找了很多借口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小时候父母也很忙 但是从来都没有说过 孩子你自己冲奶喝吧 自己给自己夹胶片吧 但是我们对的老人也够残忍 要不我经常再讲 80后有可能是 最后一代赡养老人的人 将是第一代被子女抛弃的人 一定是这样 实际在这个层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儒家的思想的缺失 真的是儒家思想的缺失 没有什么重不重要 关键你把它当成重要的事情以后 一定会放在心上的 你看我给大家讲过一个例子 我在北京啊 见到最富裕的一个老板 当时我见他的时候才40多岁 他是上市公司啊 在这个新加坡上的事 这个人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他们家就是他奶奶 他父母 包括人家的 好像四个孩子 是五个孩子当时 孩子蛮多的 我去他们家以后 给我就讲什么呀 他们家的房子 那一栋房子价值是多少 18个亿 在北京这个地方 我是见到的最大的一个豪宅 吃饭的饭厅大概就是400多平米 哇 那简直那个家里啊 那种那种7000多平米大啊 就是一个住宅 所以这个人生意做得很好 我就在想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祖上留的钱呢 还是富二代 他自己挣的 我最后就总结 我说别人都说了 养老人是累赘 你反而不嫌是累赘 连奶奶都养到现在 他说我奶奶90多岁了 别人有钱以后 换老婆特别勤 你就一个太太啊 过到现在还要了五个孩子 人家说到五个孩子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在场的所有朋友 说过什么话 几个老婆生的 就脱口而出就说出来 就是好像离婚很正常 有钱人换妻子很正常 人家说了一句话 哎呀 你们都误解了 是一个太太生的 最后把他太太请出来 我和孩子都出来 把我们捡了一下 我们突然才会发现 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富贵 是不是 我刚才讲 他做人事了 钱是给人花的 今天你缺钱 你要想你今天不像人了 我们想想哪里不像人 心不像人 行不像人 还是说话不像人 做事不像人 你总有不像人的地方 才会缺钱 不然的话 钱一定会给你 上天是很公平的 要不我去过非常多的 这个富人的家庭 我们会发现 他的家庭的作风 和别人不一样 夫妻一定很恩爱 对父母肯定很孝顺 一定是这样 反正我看的都是优点的 那至于人家的缺点 没表露出来 别人了不了解 我不知道 我最后我就私下问他 我说你怎么生活 我才发现 竟然还是素食主义 我就问他 我是信佛教的 最后才说他老师谁 是这个 河北这个百灵禅十四 前任方丈 好像是晋慧长老 说是他老师 对他老师忠敬的这个程度 竟然在别墅的院子里面 还盖了一个小的三间 供着他老师的想 我当时就觉得很惊讶 他也很震撼 就是孝青 孝青做得非常到位 宗师做得非常到位 夫妻关系特别好 人其实挺年轻的 这个也很帅气的 很有能力 给我讲 每月工作二十天 十天在家里陪家里人 人家真的是这样 家里请了四个保姆 家也大嘛 那确实请了四个保姆 管孩子的 给老人做饭 他说他奶奶最喜欢吃什么 红烧肉 每周必须给陶老太太做一次 他回来 陪着老太太 他不吃 他看着老太太吃 他很高兴 我一看人家学佛也学得很好 他吃素 竟然 说老人就这一个爱好 我不能说你要吃素啊 剥夺了老人的爱好 人家学得特别活 你在整个家庭的氛围里面 生意做得很好 夫妻关系很恩爱 又对老人非常孝顺 包括对他们家的几个阿姨 都好得不得了 人家很年轻很时尚 跟我才讲 他那道别墅 是在任志强手里买的 当时花了十八个亿 那当时十八个亿 我们想现在顶多少钱 那真是豪宅 正好在一个 还在一个湖边 特别漂亮 十一我讲这个例子 也是告诉大家 孔子他是想倡导 人证以孝为根本 来教化人心的 那我们家庭里面 要想陪德修福 也是以孝道做根本 你看 孝敬父母 延伸 夫妻恩爱 也是孝道 夫妻关系也好 双方老人就心很安稳 特别高兴 实际这是孝道的一个延伸 大家不要把它认为是什么 封建的 庸俗的 落后的 实际我相信 孔子讲的东西 对现代的人更有这个教育意义 你看现在人都放纵成什么了 是不是 我们游戏看到演艺圈 我说我有机会去演艺圈 我都见那个明星都不是太出名了 倒也见过一些 我想有机会 应该让他们多看一些我的东西 让他们明白 越是有社会影响的人 越要当好表帅 这是一定是要注意的 所以孔子他讲到的 实际是以孝为根本来教化人性的 那我们家庭也是要这样的 我们就在想 我们的孝亏在哪里 包括孔子在讲 祭祀 祭祀干什么呀 祭祀去世的劣带祖先 实际是教育和道德意义 我们也不要认为 好我这一拜祖先 祖先就保佑我了 那还要问你祖先 是不是 他活着时间 你有没有孝顺他 你也别把他饿死的 是不是 你对他很虐待 他还保佑你也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学这一段的时候 对照一下家庭 我们家庭有没有缺效 是不是很和谐 我见到人家 家庭富裕到那种程度 是特别好的 即使我们看到的王健林 大家都知道 王健林和他太太 离婚很多年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 王健林没有粉文 你什么时间听过王健林 在外面找个小三十小四 听不到 他不光是没有粉文 万达里面有很多项目 都交给他太太经营的 人家真能做到 一日夫妻百日 即使离婚了 我们和朋友一样 他在他办公桌上 放的一张照片 就是王思聪和他妈妈的合影 王健林唯一一种爱好就是什么 去他的万达的演唱的地方去唱歌 在家万达的员工吃饭全部是免费 但是浪费是要罚款的 我们会发现 你看王健林前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新闻报道 王健林最爱吃的韭菜盒子 那吃饭是非常简单的 再加上万达呢 也是在中国企业家里面 给寺庙捐钱最多的 一次给南京的 好像叫报国寺 是护国寺捐了十个亿 那个地方供着 释迦牟尼佛的顶故审利 当时 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 真正有钱的人 个人作风的问题 包括孝道的问题 他都是走得非常好的 包括我们知道的李嘉诚也是 太太五十多岁去世 李嘉诚至今未去过 可以说守南瓜守了几十年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人的这个遗力啊 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相信啊 祖上有德啊 德祖宗忽悠 李嘉诚有德以后 两个儿子很优秀 王健林有德以后 你看王思聪很优秀 是不是 你看王健林说的 这不是我培养的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哇 他经常性上头条 哇 活得一塌糊涂 回答个问题都能挣钱 还挣上千亿 哇 我们都觉得他的思维啊 那真的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啊 所以这一叫什么呀 祖上有德 真正我们可以看上 看到的 哎 这是祖上有德的 这是祖上有德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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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哎 哎